我沒有這種期待 我試過有人約我第一次出門去吃茶餐廳 這也挺特別的 出去看看你什麼了線 這個經常性發生 上次隨席的時候也是 我陪他一起工作 性格是最重要的 事業上一次不來 不如我把它理解為有沒有上進心 我覺得男生有上進心是很重要的 可能就是上進心 那兩個是外形 買樓是一個遙不可及的一件事 很難的 我會想的 我有時候會想 如果樓價跌就這樣就好 但樓價跌的時候 又會有人付資產 又很慘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就算好了 我很喜歡去旅行 因為 你不叫我去旅行 不如叫我去死吧 所以我不可以少兩次旅行 就去買樓 我覺得 買到便買 買不到貴便便便便便便 我以前有想28歲結婚 不知為何是28歲 因為人們說30歲的高齡產婦 28歲結婚的時候 還可以過多兩年二人世間 絕首三世 對 現在覺得數字也不太重要 可能因為個人 開始踏入二字圖 又慢慢逐年遞進 這件事有點可怕 我會覺得自由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無論是思想上的自由 一些想法 又或者是你能否說出來言論上的自由 我會覺得這種自由是很可貴 也是作為人必須捍衛的一件事 所以我會覺得能夠擁有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我最近看一本書 我現在說出來 但我最近真的在看《村上春樹》的一本 叫《雜文雜》的東西 裡面它收錄了一篇叫做《長魚蛋》 就是高長魚雞蛋 你會站在哪一邊 一定是站在雞蛋那邊 我之前有聽過這件事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為什麼 我看完之後 我忽然間明白了 他說《雞蛋》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雞蛋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靈 其實都是很弱小的 很需要保護的 所以 我會覺得 捍衛一個人弱小的心靈 最真實 最你自己的一個你 是很重要的 我想我跟他溝通不到 可能會 我自己不會用這些詞語 譬如九十八十號 講這類型的詞語 其實我不知道怎樣去用 譬如你香港是女孩子 有很多類型的女孩子 我相信追求物質主義的 有的 但也有不追求物質主義的女孩子 可能有人真的當這件事很重要 但你不知道 因為他以前經歷過很多事情 所以他才會這樣 我都不知道 所以 我不喜歡用這些 嗯 我不介意 我全部都 哈哈 說他就說我 哈哈 所謂的 大家 大家不會知道我們是怎樣的 我不是很介意 當然十分之滿意男朋友幫我拍的照 哈哈 通常拍多少張 就會找到一張 嗯 嗯 通常 嗯 我覺得幾張 他可能覺得很多 我不知道 哈哈 哈哈 哈哈